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再次的感谢和欢迎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你们辛苦了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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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摇电视 然后找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精美的好礼等您来拿 同样是用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老师 他们是谁呢 他们是周明的心理学家 白燕一 白老师 欢迎白老师 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嘉询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雷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分享三位老师人生智慧的时间了 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有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我跟他在一起相处八年了 可是我们俩真正在一起的时间还没有一半 作为一个男人 在外边一点应酬 那不都很正常吗 你没有必要给我管得这么紧 在我们相处这八年以来 在我生病的时候你在哪里 生孩子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所有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我身边 我要你还有什么用 这个事是我的错 但是我这个事我不已经承认错误了吗 为什么你老抓这个事不放呢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 是我给过你机会 你根本不知道真实 这次你找我还有什么用 我认为我们的婚姻真的就是走到头了 离婚了 接下来掌声请出力队夫妻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27岁来自吉林是一名助唱 有请小李来 有请 女嘉宾小李27岁也来自吉林是一名助唱 女嘉宾小李27岁也来自吉林是一名助唱 来 有请小李有请 欢迎老妹哈都姓李是吧 对 哎呀这要生个娃就简单了 反正都姓李 这个结婚多长时间了 结婚四年 婚前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是四年 结了婚以后也是四年 现在八年了 哦 你们就八年了哈 十九岁就恋爱 对 然后就 就是彼此是初恋是吧 对 哎呀这多好啊 今天是说你想离婚是吗 我就觉着我们在一起一共八年了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连一半没有 就是我就感觉我们俩的婚姻 现在已经到头了 我就是感觉我要结束这段婚姻 咱们怎么就能过到头呢 你是不想离是吧 他就是婚前跟婚后啊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嗯 就是他现在就是一点责任心没有 现在他的毛病简直是太多了 实在就是让我容忍不了 好好好 我跟你来讲啊 主持人 他这种人就是恶人先告状 知道吗 我感觉现在他就是精神分裂 天天在折磨 我怎么精神分裂了 跟他过日子感觉提心掉的 啊 你把话说清楚了 对 回家了 一开门 屋里边是却黑的 我以为是家里没有人 我进屋了 去到上卫生间 到卫生间 我家那个卫生间嘛 门灯开关 在这个卫生间里边 我这左脚迈进去的时候 就感觉这左脚 就感觉底下有什么东西 在那儿搁着 所以我就迈右脚的时候 我就感觉这屋是什么 地下都是东西呢 后来我把灯一开了之后 看见地下全是纸 后来我一抬头 给我吓一跳 这人劈头三瓦的 在这浴盆里坐着 娃娃哭 哭着脸跟花毛似的 给我吓完了 我也是被你折磨成这样的 我怎么折磨你了我呀 你看看我就是身边的闺蜜 还有就是我的那个就是朋友 人家的老公都是什么样 你自己就是什么样的 人家的老公就是除了上班时间 平时都陪陪自己的老婆孩子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是不是主持人 他 你问不他自己 就是除了上班的时间抛开外 我挑不了 就是平时的时间 出去不是吃喝 再不就是玩 你有几天你是在家待着的 最起码一个星期 我说不得回来个两三天 你回来两三天啊 不是你怎么一个礼拜 才回两次家呢 两三次家 你平常都干嘛去了 不回家住啊 因为我 他回家住 回家住也会很晚回来 我的职业是晚上 大概最起码的 是十二点以后才能回家 酒吧助唱是吧 对对 因为我是一个酒吧的 一个主唱歌手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过夜生活 酒吧的情况下 最起码的到十二点到一点之间 就是或者后半夜回家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演完除了 跟朋友之间喝点酒 因为个外边老爷们 避免不了这些应酬 就是你现在回家与不回家 我认为是一样的 回来还不得不回来 回来的时候 他就是在家的状态啊 不是沙发上就是窗上 就是这两个地方 我的活反而更重的 我不但照顾孩子 我还得照顾你 像个大爷一样 不是那女人那在家 那女人不就是照顾孩子吗 主持人我跟你讲 他这种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他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 我必须我得在那边擦地 两个人在一起做家 我认为挺幸福的一件事啊 孩子多大 孩子现在九个月 你这个这种状况 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 还是其实在孩子之前 就这样了 孩子之前嘛 就是多少 就是不这么严重 有了孩子 就感觉生活压力太大了 他一天就是 连在家的时间都没有 实在让我容忍不了 但是我感觉就是 他因为一个 做家务的一个事 跟我导致离婚 我感觉真是 就那次啊 就是跟我好顿吵了 用这个事啊 你不做家务 我这么的 我现在我干活 干得多了 我不跟你过了 就离婚 说啥就要离婚 你的意思就是说 在来今天的节目之前 他在生活里 跟你提出过离婚 离婚的理由 是因为你不做家务 对 后期就是他 就是跟我不断地吵 就是跟我来闹离婚嘛 男人嘛 我认个错 我说媳妇 我说媳妇我这个事我错了 我说以后吧 这样 我说你别因为这个事离婚 你说做家务离婚 放不上 我说以后那家务 我就我来做呗 我心里把一切的活 就都我做了 但是你说我做家务了 他反过来 他天天玩的一坐 他玩手机 你说我 我做家务 我一会儿是他 你说去给我擦那个 一会儿你去给我擦那个 让他给我支持 我动跑戏点的 这还不算 你说我俩看电视 在沙发点看电视 电视里边出了一个 出了一个女演员 脸上长个雾子 他就说那电视脏了 就让我拿妈妈去擦 我擦三遍也擦不掉 那一次我 不光是不做家务 你别管说你自己的理好不好 不可能说的 就是我一件事 办件事的话 我就跟他提出离婚 你这样说的话 对我不公平知道不 我跟你说啊 主持人 就是我怀孕的时候 他就是对我不负责到什么程度啊 除了工作时间 跟朋友出去吃喝玩 就是每天半夜 就是不到12点 他不会回家的 就是恰巴早 他也不会回家 就是跟人家出去玩 我这个人嘛 我胆还小 就是晚上吧 他要是不在家的时候 我不敢关东睡觉 完了每天就是休息不好 就是那个 你说怀孕的人 每天休息不好 你说这样对胎儿 不光对我 对胎儿也是不好的 我就认为他对这个家 简直是太不负责任了 你呢就是自己心理作用 我跟你说 我回不来的时候 我给不给你打电话 半夜的时候 我是不给你 我说媳妇我回不去了 我跟朋友出去吃过饭 打电话就证明你对啊 甚至我就是上哪吃饭 他得问我 说你去哪个饭店 去跟哪个人去吃饭 有没有女的 或者什么的 你给我发个小视频 给我发个照片 就那样是 但是他怀孕期 心教我理解他 但是我去吃饭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一个事 你们就看这是对错 我给他打完电话 我说媳妇 我说我去跟朋友吃 喝点酒吃点饭 我一会儿就回家 他说你上哪儿啊 我说上哪哪哪 我就去了 我就去了之后 到那块 引进那个饭店吧 客流量爆满 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之后呢 我也就没给他打电话 我心里这也不算啥事啊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几点了 你还不回家 我说马上了 我再喝完这瓶啤酒 马上回家 我没成想 他自己跑出来了 跑到那家饭店门口 一看那家饭店 十二点多钟 已经关门了 已经关门了之后呢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现在站在哪儿 你必须 我身体两分钟之内 你必须赶到 我开个车 我一脚右门 踹到那块的时候 我瞅着他 那脸全是眼泪 下车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 我忙着把我的衣服 涂上来给他披上了 上去给我一个嘴巴 我不明白是啥事 你不明白怎么回事 就是我怀孕的时候 你陪过我几天呢 就是我不怀孕的时候 你处于大吃二喝 咋都行了 我怀孕的时候 你还不陪陪我吗 你我就认为 你对这个家 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不光是怀孕的时候 就孩子生下来 你作为一个父亲 你认为你尽到责任了吗 就是主持人 上阶段 我家孩子就是感冒发烧了 就是来病了 趁他正好在家 给我们娘俩是送到医院的 送到医院的话 这人就没有了 你说我抱个孩子 又去求药 又去给孩子看 又去给孩子 就是乍震 我就不知道他干啥去了 朋友打电话 那有事 那我就出去一趟 你就带孩子呗 你是跟朋友过世 你是有家的人 你以为你单身的 完我之后 我自己抱着孩子去打针 完我就 他也没告诉我 他去干什么去了 完了之后 我看抱着孩子 你说我自己忙 根本就忙不过来 完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干啥去了 他还骗我 他说啊 那个我朋友给我打电话 让我来求点东西 我一猜他就是说谎 我就给他朋友打电话了 给他朋友打电话 他朋友说的 那个嫂子没事 那个我俩打会儿台球 一会儿他就回去了 打台球去了 你说孩子这边打针 都没看法 你说他去打台球了 主持人就是你说 你说这人 就是对这个家 有一点点责任吗 就这些我不说啊 我也都可以容忍啊 就是最近啊 他已经触碰我的底线了 最近我发现 他又聊上网友了 聊网友不说 还见面啊 我先跟你解释一下啊 见面啊 我不是主动的啊 我不是主动去跟他见面 你主不主动 你是不是跟人见面了 他还跟我不承认啊 有一天就是 我俩睡觉 我失眠了 我也不是说 故意查看他的手机 我对他实际 就是对这方面 还是挺相信的啊 完了之后 就是不是故意的 就是来了一条 来了一条就是微信 故意的也没事 完了那个 往我失眠 我就往 往我就随意拿起来 我就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就是一个女的 给他发的 这个女的 我也不认识发的 说他 那个 你睡了吗 干嘛呢 我一看这个 因为他微信里边的人 基本上大多数我都认识 我说这个女的是谁呢 完了我就按他的名义 我就给他回了几句 我说你干嘛呢 我说怎么回事 完了 唠唠她就吓到了 那女的说 我想你了 怎么回事 我就以他名义 我就我一听 那就不对劲了 我就以他名义给他回 我说他 我说想我 我说那你出来吧就 我说能出来不 完了那个女的 怎么给我回的啊 昨天晚上我出来 我回去我妈 都被我妈发现了 今晚上不能出去了 我当时我这脑袋 我就感觉就是亡想了 就感觉根本就是我不相信 就是我俩就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知道吗 他告诉我 他去打台球了 因为他平时爱玩台球 我也对他这方面 实际挺相信的 就是他玩点啥的 我也都可以容忍 但是我就认为 这次就是触碰我的底线了 即使有孩子 我就认为 就是这段婚姻 就是到头了 我不能再容忍你了 有吗 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严重 是个什么事 就是一个聊天 因为什么呢 我们两个人之间吧 处在哪呢 就是现在来讲 在我内心当中来讲 他管得我特别严 在我心里就是感觉是 生活上 感觉跟他之间 像有点矛盾了 我内心当中 我感觉自己特别憋屈 就是老爷们 让女的在家管这样 特别憋屈 上网聊聊天 就是跟他聊了几句 聊了大概也有个 一两个月吧 见面几回 就见面一回 怎么样见呢 就是没有他想当中 发生什么什么事 就是俩人见面 我为什么晚上去见面呢 白天你也不是说 没有借口没有机会 那女的就是说 是昨晚 不是昨天 我就感觉你说话 现在我就是完全 完全不信 就是欺骗 他对我就是欺骗 后悔吗 后悔 实话后悔吗 真实话 你生日绝对不允许 这种事情发生的 是吧 不光是我不允许 我认为就是 作为任意一个女人 都容忍不了 你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么严重吗 没有 这个事有多久了 刚刚发现 不久前才发生是吧 对 所以现在还在一个 很极端的事件里 整个情绪在都不对 是吧 按理说你如果坚持离婚的话 离就是了 为什么还要到这个舞台上来呢 毕竟有孩子嘛 就是如果没有孩子 我认为 就是可能不能 不用来这 我是这么想 所以其实你是挺难受的 话而言之 你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吧 来吧 一波三折的 我一开始 没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只是认为说 孕期的反应 这个生育之后 女生的一些反应 大概一些生活的魔 和男生不知道怎么去做 贪玩带来的 这个家庭现在的危机 听到这儿的时候又觉得 大逆转嘛 来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白老师 两位好 我想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你先生说 大业里边的 坐在浴缸里哭 是因为这件事情吗 是因为这件事 那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那他哭 就会被解读 成为精神分裂 那你难道要让他笑吗 自己的先生 怀孕的时候不闻不问 生产了之后 变本加厉 那你 觉得他应该 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来去面对你呢 凭什么女人 生孩子就天经地义 照顾孩子 做家务就天经地义 另外这位女士 有今天的结果 是您自己的一个必然 刚才主持人赵川老师 一直在反复地问 他以前是什么样 你说其实以前也是这样 只不过那时候没有孩子 所以问题显得没有这么的冲突性 这么强 麻烦事没这么多 你一直就是找了这样的一个男人 然后你现在在这抱怨 难道你没有想过吗 你如果怀孕生孩子 你这样的一个星期回两天家 还好像变得给了你特别大的恩赐 我回他不少 我一星期回两天呢 他就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你还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我也只能说 那你也只能为你自己去负责任 所以你要真的说拿这件事情来去说 这是底下来去做一些什么东西的话 拿出一个真正的底线的状态 自尊地去面对它 而不是只是在那孩浴缸里边嚎啕大哭 那个只能让他换来他今天的细皮笑脸而已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许总 女生今天来的目的 我们已经很清楚了 这样的男人 你跟他过了八年 对吧 你自己说了四年的恋爱 然后之后 其实他就判若两人了 但是你还在过 你觉得自己是有底线的人 但不好意思 就是你一次又一次地放纵 让他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底线 我不相信他没有做出什么 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在哪吃饭 然后你一定要去 看他是不是在那吃饭 发现他不在的时候你会那么哭 等到两分钟就要出现 他做了什么 一周回到家庭两次的男人 他试这个家是旅馆 还是什么场所 孩子生病他可以置之不管 老婆这么悲伤 他可以觉得不能理解 说你有病 这样的人你跟他生活了八年 终于有一天 你去偶然地看到他手机里的那个信息 你觉得不能再装下去了 因为你装不下去了 因为你一直都是在骗自己 在装 拜托 拜托女人 能不能爱自己一些 就这 来 杜老师 我呢 32岁结婚 39岁有自己的孩子 曾经很多人都说 或者我的亲戚朋友说 你结婚结得太晚 有孩子有得太晚 你要是女儿出嫁的话 你都已经是至少60岁以上 但是其实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 其实我 婚结的晚是对的 孩子有的晚也是对的 一个人只有在对自己的丈夫和父亲的角色 期待了很多年 直到来之不易的情况下 你才会去珍惜他 有很多事情 你才会想得明白 我就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结婚结得太惨 没有对一个角色有太长的期待 他是不会珍惜这个角色 即便是到了我这样的年纪 跟我的妻子在处理一些问题的过程当中 我依然还能够感受到 我作为一个男人有的时候的幼稚 所以说 一个男人什么情况下 他会缺失责任感 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太年轻 的确有些男生是成熟得十分晚 甚至这一辈子他就长不大 他结了婚跟没结婚是一样的 结婚前我该打台球打台球 结婚之后我也该打台球打台球 年轻就会让一些男生 就是不懂得家庭当中的责任感 怎么去付出 第二 我们太习惯了拥有 你们俩在一起四年 结婚四年 在一起八年 其实爱情已经逐渐地上升为了亲情 当一个人太习惯于拥有 比如说我太习惯于拥有一个人在我身边 睡在我身边 每天晚上等我 等等等等的时候 你就会忽视这个人的存在 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会缺失责任感 道德观太低 男生反反复复说女人生孩子天经地义 女人照顾家庭带孩子天经地义 如果说你所说的这种天经地义 从传统的审美上来说 的确如此 女人不生孩子难道男人生吗 女人不带孩子谁带 自古以来五千年就是这样的 当然也因为你们东北的地域文化 好 我暂且认为你说的是对的 的确很多年来人们就是这样生的 但是当女人天经地义的应该生孩子 应该照顾孩子的时候 应该哺乳的时候 那男人是不是也应该天经地义的 有点责任呢 对吧 你不能光说他天经地义 你难道没有天经地义的责任吗 你也有啊 但是你做的怎么样 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丈夫 一个星期回来只两三次 这还叫婚姻吗 一个女人在怀孕的时候 男人是做不了什么的 你也体会不了他难受不难受 对吧 你脚肿得不像样子 前面天天背着个带子 半夜三更 孩子要吃他就得起来喂 对 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 但男人干不了什么 男人唯一能干的就是让他快乐一点 舒服一点 对吧 是不是 那你干了什么呢 所以说不要说 以传统的要求来要求他 却以现代的要求来要求自己 那你找老婆是干人的 你想要求他负起家庭的责任 但是你使用的方式真的让自己很没自尊 你比如说他一个星期只回来两三次 你采用的方式是闹 是哭 这有意思吗 如果要做到一个让男人尊重的女人 当发现这个男人不负家庭责任 说一次没用 说两次没用的时候 如果我是你 应该是有尊严的离开 不是离婚啊 是离开 让他不那么习惯去拥有一个人 可以长久地忍受自己 让他缺失一段时间生活当中没有你的日子 而不是用言语反反复复地去责骂他 那样的话反而把自己拉得很低 你现在的眼泪已经不值钱了 你没发现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虽然掉着眼泪 这个男人依然满不在不复地说 我觉得这没什么 聊个网友算什么 你照顾孩子有什么 你生孩子有什么 是你把自己放得太轻了 教训这种男人最重要的方式 就是要做一个让人尊重的女人 你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低头 你明白 你的目的是让他有责任地爱你爱孩子 这种回归才是有用的 因为如果这个男人真的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意识到这八年来的不容易 意识到自己作为父亲 作为丈夫的这个角色的分量 他愿意回归 那么你的眼泪是值得的 你们还能好好过下去 明白吗 你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如果当生活当中真的缺失这样一个 跟你相伴八年的女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成长 但是我不希望是用这种方式来让你成长 闷着脑袋想想 他天经地义下的责任之外 你天经地义的责任是什么 好吧 就这样 这八年来其实就注定了今天 就从他们交往开始 从他们恋爱的模式开始 就注定了会有这么一个事件出来 但是这个事件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的话 我其实能理解女生的这种状态 她完全是无助的 对吧 心里面知道应该怎么办 就她大概是两个声音嘛 一个声音是说 哎呀 为了孩子 忍了吧 原谅了吧 另外一个声音说 这怎么可以原谅呢 我这样都原谅了她 未来的日子还怎么过呢 我的尊严呢 我的自尊呢 抓耳挠塞地在挠墙 是吧 先生可能要好 真的你可能需要特别认真地反思一下这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倒是可以先放一放 没有必要那么极端地说 我马上在这个现场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包括回去之后 我觉得你们可能要重新探讨一下 这个家庭的模式到底怎么办了 所以我想你们今天不要去 给予给彼此一个结论 我们是好 我们是离 我们还是怎么着 这个事出来之后更需要你们冷静去考虑 女生其实你冷静考虑的就特别简单了 其实不在于离婚不离婚 那是一个终极的问题 对吧 你需要考虑的是 我作为一个母亲 我未来怎么面对我的孩子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 母亲是需要生活智慧的 曾经她的父亲是这样的 我有没有一个智慧 让她的父亲变成一个合格的父亲 如果我有 我有能力 当然我要继续这个婚姻 如果我没有 我家喻不了 那我只能选择放弃 这不定是个坏事 听明白了吗 要自己去评估 男生也是一样 就是我真的能通过这件事情 我真的领悟了 我反思了 我能做一个好爹 我做一个好爹 我能做一个好丈夫 我做一个好丈夫 如果我没有能力扮演的话 不要这样 受不了了吗 这种事大家受不了了 就任何一个正常人 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的心理承受都是有底线 你考虑没考虑过 他就这一年多来 经历了多少事情 你那句话我挺认同 他快疯了 未来的日子应该怎么办 需要你们自己有智慧 选择离婚 尊重你们 选择在一起 依然尊重你们 只要你们好 只要孩子好 我觉得什么样的结果 对于我们这些看客来说 其实都是尊重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其实从开始到现在 发生这个事到现在 我逐渐地我自己也后悔 刚开始就是没认识到 这种事情这么严重性 其实在我内心当中 对咱们的家 我倒从来没有过 说是料理不管 或者是对孩子不负责 我想成功地作为一个父亲 在咱们两个之间的感情方面 我没有任何说是 不想好好的跟你在一起 任何这点想法都没有 只是就是 彼此之间有的时候生活压力 管我管得太严了 感觉我自己有压力 在生活当中就偶尔之间就碰到这一个网友 但是我希望这一样能反过去 其实你们碰到事的时候 如果能非常冷静地 以这样的方式早去沟通 可能你们早有解决的方法了 还是那句话 不急于做出选择 对吧 舞台上面的牵手分手不代表什么 你们去选择生活里的选择吧 好不好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回 来 请关门 你看到一段这个八年的感情 出现了这样问题的时候 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挺替他们难受 让他们自己再去考虑一下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大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大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请大家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例 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开门 爱我 爱我的耳边对我说 我已经真的太奢望了这种心动 咱们这样吧 环节我就帮你们省却了 我们知道现在你们的选择是 还希望改变和好对吧 是不是这意思啊 先生 妻子也是这样的对不对 你们回家好好先把日子过起来 什么时候你们俩觉得能够面对彼此的过去了 日子过得开始往上走了 我欢迎你们再来 如果你们是开开心心的来 这一切都翻篇了 我们再见证你们那个浪漫时刻 我们也愿意 好吗 这样可以吗 我问个问题啊 先生 你刚才去抱她的时候 你好像眼里有点眼泪是吧 为什么 你这眼泪是为什么 认识到自己 就是错了 就是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真怕她不能出来 然后看见她出来之后 我突然之间感觉 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受 这感觉 她对我还是那份爱 还是一如既往 下次再跟女网友聊天的时候 想想今天这一幕的来之不易 你可能 就不会往前跨那一步 你说呢 记住自己的眼泪啊 回吧 牵着手回去吧 好好过日子吧 过好了再来 好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 遭遇了一些什么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的时间了 今天有时间长了呢 她这个人说话特别不靠谱 干什么事都不靠谱 她说我对她不上心 因为好多事情 我确实答应跟她做了 因为我工作比较忙 我也就没做 我也想跟她解释 但是她也不给我这个机会 跟她解释了吧 她还嫌烦 因为这段时间嘛 我对她就没怎么太理她 就冷战了嘛 她就认为我这个人 就对她不好了 然后我认为我没有什么 因为我感觉都是她的错嘛 之后吧发生一些事情 感觉她对我的态度吧 变化特别大 我知道她可能是 故意在刁难我 但是之前我已经跟她 认过错了 我也想知道她到底想怎么办 我认为既然都是她的错嘛 以后她为什么要要求我 这样那样嘛 所以我就不想跟她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韩26岁 来自内蒙古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王21岁 来自辽宁是一名护士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认识的两位 恋爱多久了 谁来说说 我之前是在一个家居公司 然后是做管理的 我是管兼职这方面的 然后她之前是学生 然后她就上我那去工作了 我就每天就是做这些工作嘛 然后她就帮我这个忙 之后感觉她这个人还不错 一到周六周日了 我就让她过来给我帮人忙 时间长了 我感觉她人还挺好的 话也挺多的 然后销售能力也还行 经常帮我 我感觉人不错 反正之后我主动追她差 人还不错 你还对人下手下得挺快 谈恋爱谈了多久了 一年多 现在两位在哪生活呀 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城市吗 她现在在沈阳 我现在回老家了 你回老家 老家是内蒙的是吗 对 是因为回老家 所以要分开吗 对 就是因为她要回老家 所以就不想跟她在一起了 因为当时说好的 我们要一起留在沈阳的 但是她现在就回家了 就不想回来了 我感觉就不想跟她在一起了 当时说好的 对 当时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嘛 当时我那时候就想 就想找一个沈阳的男朋友 就是因为她就比我大嘛 就是相对来说她成熟一点 然后你别看她长得小啊 长得也不好看 但是身边好像都说嘛 浓缩的嘛都是精华 当时我就想嘛 那肯定是潜力股呗 那肯定我就好好把握嘛 然后当时有一点慢慢了解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然后当时说好 就是她陪我留在沈阳 我才随着跟她在一起的 你不是答应人家 要留在沈阳 人家跟你交往呢 干嘛你现在谈恋爱了又要走呢 我当时在那工作也挺卖力的 然后之后吧 她就挑我这挑我那的 她挑我太多了 然后父母也催我结婚 我就回家了 那根本不是我挑你 你本来就是你说话不算数嘛 那不是我挑你的 不不不 我们看看都哪些说话不算数 挺有意思的 就是那个 因为我们刚认识就几个月的时间嘛 正好赶上我的生日 她当时就说呢 要给我买一部手机 当时我就想嘛 两人刚在一起 没有这么多的钱 我说别买那么多东西 咱就一起吃个饭就行了呗 她不 她就分享给我买这个手机 还带我去看 当时我心 她一片好意嘛 我就心领了呗 当时我也挺开心的 然后带我去看 看完之后呢 我心 当时我就想 是不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她应该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当时我就等着嘛 但是过着到生日那天呢 就没有消息了 过后吧 因为我这人嘛 我也不能总跟人提呀 但是我就拿话点他 我说你还给我买不买这手机呀 她说那个买买 她总是买 过了一周时间呢 这手机还是没有买 我再问她的时候 她就说忙 忘记这个事了 她当时有个手机 而且还是最新款的 也没买多长时间 但是确实我也挺注重 我俩之间的感情了 挺珍惜她的 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到时候 我给你买个手机吧 反正也是做一次 第一次你的生日礼物嘛 也要贵着你 你都答应了 但是我当时吧 正好家里有个姐 她家有急事 我把这个钱帮 也有一部分钱 我就给她用了 给她急用了 然后之后吧 我也没来得及跟她解释 因为我比较挨面子 跟她面前也没办法说 后来吧 她就跟我说这个事了 我现在陪她不是吧 我俩去吃饭了 那我还陪你吃饭去了吗 你都忘了 那吃饭 你是陪我吃饭 那咱俩谁掏钱呢 我过生日 我还掏钱呢 那点都是你爱吃的呀 是吧 是我爱吃的 你看她现在可有理了 她就常有理了 平时我们出去逛街的时候嘛 因为我这个人吧 就比较爱美 平时买一些小饰品什么的 他总是答应给我买 因为他这个人嘛 特别爱面子 总是在那个商场人面前就说呀 我说喜欢这个东西 说行 明天咱就给你买 就吹得可大了 我当时跟真的似的 我当时心 哎呀对我这么好呢 然后完了吧 最后说过之后吧 就不买了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他们女孩子一般不都这样吗 说完之后 今天喜欢 明天不管不喜欢的 包也是 给她买一个 你说今天喜欢了 明天又不喜欢 明天换一个的 她跟我说了 这个说那个喜欢 我俩知道她到底喜不喜欢 那个只跟我说了一次 回去之后吧 我也没有在意 因为我那工作比较忙 那东西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我也没说这事了 之后她就挑我这些了 那你当时怎么不问我 你说要给我买的 我怎么好意思 再给你提第二次 你是我的男朋友 你说要给我买的 你不给我买了 那我俩说 你还真喜欢这个东西 你喜欢东西太多了 那我不喜欢 我怎么能说呢 我能记住呀 不不不 姑娘是你喜欢什么 她就说给你买什么 对 你是经常都说 我喜欢这我喜欢那 对她说的可真了 你看她天然穿的立正 这说话从来不算说 那你说那么多服务员面 我能说我不给你买 我没钱 你买了多没面子呀 那你说了就要给我买 你干嘛要说呢 那我之后我不跟你说了 我说你等等我是吧 我这天天挺忙的 总等 总等 我等了哪辈子呀 行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 他让你觉得 就是这些小事吧 我就不怎么太在意 那上次呢 上次我弟弟那个事 我因为我弟弟嘛 就是刚考完大学 就等上大学等通知书嘛 那些时间比较长 他就来沈阳找我玩 就问我 姐姐你能不能给我找事兼职嘛 当时我跟他说了 我说我弟弟是挺重的 您给找事兼职什么的 我说我身边都是那些 那个就关我这些 他根本干不了这些 我说能帮呢 他当时就吹得可大了 说能帮你放心吧 当时你还请我小弟 我俩一块吃饭呢 在饭桌上 你不说挺好的吗 那你就是吹 没有你能不能吹的 认识这经理 认识你经理 当时你就办了嘛 最后我弟弟回去 还问我那个 姐你这男朋友找 就真好 对我这么好 完还给我找工作 当时吧 我也想这次应该挺靠谱的 平时总忽悠我 不能忽悠我弟呢 那结果呢 你不还是没办成 最后不还是 我自己一个人给他找的吗 那我给他找的工作 都是一些个会计住所 或者说电话营销方面 这方面的 找这些东西 他对他以后工作 一个帮助是很大的 但是你说这些工作的话 那我不得用我的人脉吗 不需要时间 给他把这工作安排进去吗 那你当时应该告诉我呀 你要不能办 你就老早告诉你 干嘛这样拖着 那么长时间 这弟弟后来安排了吗 安排了 没有 是我找人安排的 行 就这事你又吹了呗 他早上这样吹 他弟弟在那之后 他就不理我了 本来我就天天忙是吧 然后一般都忙 那天看他发那个动态 他还发什么特别负面的 说累呀 心烦啥的 但是还是转发了一些东西 后来我就 我俩一般都用QQ聊天嘛 那天我就点了 刚刚给他发信息的时候 看到那个有留言的信息 然后我就进去看啊 就是也是一些 我心情不好啊 谁能陪我聊聊天啊 就这些东西 那我就想了 那你这些东西 能不能跟我说 你干嘛在微信里说 或者在你的QQ里说呀 是吧 我才是你男朋友啊 但是他留言 留完言之后吧 下面都是一些男孩子 给他发了一些留言 还和他互动了 还说得也挺贴切 还挺温柔的 他还给人家回复了 那我这时我看 我能不生气吗 然后我就天天给你打电话 问他咋回事 从那之后吧 他又比较抚养我一些 我给你发信息吧 打电话 然后他就嗯 啊的 复养我 就这样了 那你说我遇到这时 我能不生气吗 我能不给你打电话吗 他嫌我打得多 还给我发脾气 他不接电话 那当时我这边就是生气吗 我不想理你吗 再说那发一些动态 有什么呀 就是我那天心情不好 我就发点动态 底下都是我的朋友 就一些身边 特别好的朋友 就对我特别关心吗 这些事你也计较啊 那都是一些男孩子 那他们 那作为一个男的 那我就是男性朋友 多一点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那那咱俩换位思考一下 我发现微博啥的 我发现客户空间啥的 都是一些女孩子关心我 换走你的话 你们不吃醋吗 我不生气啊 说不你那个人味好啊 我不生气 他弟弟这事之后吧 我俩矛盾那就特别特别大 然后我就感觉 给他发了一个星期信息吧 你不回我 我现在 他的气血大 那女孩子们都这样 不发两个星期吧 还不回 都快一个月了 我俩还僵持 那我在沈阳也没啥意思了 那你就不能多发一点吗 女孩子们 你就多吼吼嘛 就得了嘛 因为从那之后 她就开始跳舞 听明白了啊 你就回家了 是吧 对 她就不一样了 对我态度不一样了 我就感觉她不如值钱了 那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回家 我妈也给我打电话 说家里买房子 你那年龄也不小了 二十六七了 该回来找对象结婚了 然后我就 正好我俩现在关系这样 我留着沈阳还要干啥呀 是吧 然后我就回家了 那你想回沈阳不 说实在的 我看她态度 本来嘛 我挺出去 我俩感情的 但是每个人嘛 也在乎自己父母心里 像我就比较孝顺 我就想着陪在父母身边 我父母也是陪在他们身边 毕竟年龄大了 都需要孩子在家陪嘛 之前都是一直在外漂泊 我的漂泊时间也够了 本想着 我想着给她发音机 然后让她回来我家 我给我父母说一下 但是她就死活不愿意 一直想在沈阳 你家内蒙哪儿的呀 内蒙古赤峰的 赤峰的 对 也是不错 是多好玩 想去赤峰吗 愿意去吗 不是特别愿意 你老家应该不是沈阳的 对吧 朝阳的 那就愿意待在沈阳是吧 对 因为我就个人 就挺喜欢沈阳的 然后当初因为说好了 我们一起在那儿的 但是她现在就不在那儿 我感觉她在欺骗我一样 那你现在把它弄到 我们这儿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把她拽回沈阳啊 还是跟她分手 说清楚分手啊 我就想看今天她的态度 如果说她就是想跟我回去的话 我感觉我们还能在一起 如果她就渐渐说要不回去的话 就没必要在一起 她对你好不好啊 一开始对我挺好的 现在呢 不好 不好 不是说不好 就是说话不算数 我感觉这是一件特别挺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在你心里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 她都这样了不就应该分手吗 但是我看你好像现在不想分 是不是 因为我们毕竟在一起一年多的时间了嘛 因为我感觉感情都在这儿 我还有一点舍不得 你还舍不得她 是吧 主要就是我那段时间 真的不想见我 谁都不想见我 父母我都不说话了 然后我好段时间也将近两个月 没咋搭理她 然后就这样 中间的 我给她发了信息吧 她还不回我 那你还想跟人家好不 你还想跟人家好不 想 咋不想 想就回沈阳啊 但是 父母那边 我不想离父母太远了 我回家之后 我发现我父母 真的这几年头发都白了 他们为我操心操的太多了 我看他们白头发了 我感觉我是应该陪为她 男人的各种借口就来了 话而言之就是 女生说 如果你不回沈阳 咱俩就分手 是吧 对 男生说 如果你不来赤丰 咱俩就分手 是吧 是这意思吗 对 谁都不想分 但是又各自提出了条件 两个人拔河呢 是吧 看看今天看看是绳子断了 还是谁能拔赢啊 听听老师帮谁吧 来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白老师来 你是不是准备把这绳子 给割了呀 还是帮谁一把呢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这小妹妹不大吧 你多大 二十一 二十一二岁 我觉得现在 其实这个男孩子 根本就跟你不是说 讨论爱情的问题 他分明是在选择了一种 他人生的主要的生活模式 我们谁都知道 一个人漂泊在外 要靠的是什么 加倍的勤奋 加倍的努力 加倍的去成长和担当 显然他不愿意去这样 他刚才他说 赤丰 好 好在哪 爸爸妈妈在身边 好在哪 好在爸爸妈妈已经买房了 那这其实 他背后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在赤丰 那样的一个城市 不用太多的努力 不用太多的去挑战 很多的东西 都不再是未知的 而是确定的 相对来说 是一个有保障 和保护的情况下 他的人生就这样 一天一天地复制下去 这就是他自己 要选择的一种生活 如果在沈阳也好 或者在任何一个 不是赤丰的城市 那就意味着 他要更多地去付出 我觉得回家乡 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 如果我客观地 评估了自己 我认为自己 那样付出 但是并不快乐 我为什么不可以 选择过一种 平凡的生活 回到家乡 他可以这样选择 他其实是选择了 一种生活方式 而在这个生活方式 也就是他自己以后 人生的主要的 一种模式状态下 爱情就退居到了第二位 所以你要不然就跟他去 从了他的生活方式的 一种选择 要不然 就是从了你的生活方式 我不愿意再朝阳 我要看一看 这个世界有那么大 我相信我自己年轻 我相信我自己有更好的力量 和更好的一个未来 我不怕很多的东西的不确定 所以我觉得是 两个人不同的人生状态的一种博弈 就是他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 而且要为自己选了一个定式 你还在感受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觉得 咱们跳出爱情的层面 可能更多的要去从 我觉得从生活的模式上 去看一看吧 谢谢 谢谢白老师 许总 赤丰 断然是不能去的 你去了 你会丧失你的所有 一开始听到 我还是听得挺欢乐 我觉得他可能还属于 就是初恋的时候 所有的男人都会有一定的虚荣心 这种虚荣心在于说 有可能是我能力 所不所及的事情 我也要答应下来 可能是在女孩面前 显示出自己的高大 自己的地位 让女孩崇拜自己 同时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每个人或多少都会有 我之前也有 我跟我老婆谈恋爱的时候 她有一次在 不到两个月丢了三部手机 我咬着牙说没问题 没事 她看我的眼神都是很崇拜 各种细节都会有 尤其是在初恋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有 吹牛嘛 但是关键是 你得能圆 关键是你答应出这个事情 你得当成一件事得去办 请问那个手机现在买了吗 没有 忘了吗 也不会忘 但是就是不想去做 因为什么呢 你通过另外一个吹牛 那是一个谎言 又去达到了 又让她心满意足了 开上这个买 开上那个买 你想的是 女孩今天喜欢的 明天就会不喜欢 你是在用一种手段 当你的吹牛 转换为手段的时候 那就不简简单的是虚荣心了 直到最后 你曾经许诺地说 我要和你在沈阳的 就现在变成了 我的父母已经有了白发 我想离他们近一些 我一定要到赤丰的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 你这不是吹牛 你所有的承诺都不是吹牛 而是一种手段 真正你承诺给这个女孩的 你做到了哪点 偶尔的吹牛无所谓 无伤大雅 但是如果你把你每次说出去的话 根本就不当成是一种承诺的话 你这个人怎么能够相信 你让这个女孩怎么可能去赤丰去找你呢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你所说的那样的人 或者说你根本就不在乎 这么简单的一个又一个的谎言 你明知道它是谎言 你还要去再说给一次机会 你到底是想相信他呢 还是想欺骗自己呢 你始终是在欺骗自己 但是谎言你相信了一次又一次 你又是什么问题 所以说明确自己的问题 你就知道会看清他的问题 然后你们之间的问题就能够解决了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胡老师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个城市 和因为一座城市 而找一个让自己留下来的人 这是完全两回事 前者是因为有一颗勇敢的心去爱 所以对周围的世界也产生了美好 而后者是因为爱自己 所以才找了一个匹配自己的人 女生你大概是属于前者 你现在还拥有这样的一种勇敢 可以为了一个人而爱上一座城市 但是他不是 你没发现其实男生一直在周旋 我可以这么说吧 其实他一直在周旋 周旋的目的 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不够勇敢 而止步不前 一方面是因为 要用最小的成本 来换取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一方面答应你所有的一切 承诺你所有的一切 但是所有的承诺和誓言 其实都是有口无心的 说了转身就忘了 暂且把你摁在那 然后再一步步地把你套进去 如果将来你跟他在一起生活 你的生活是得不到长足的进步的 每当你想往前走一步 他总会阻挠你 而且会有千万种理由 告诉你 不要往前走 留在这儿 所以你所发生的任何的一切 答应你这个 答应你那个 等等等等 到最后都没有实现的原因就是 他嘴上答应着你 心里在打自己的算法 所以无论是作为朋友 还是作为爱人 你都不应该遇上这样的一个人 你们的价值观相差得太远了 他不过就是比你小了六岁 比你晚进入社会 而你在各个城市之间 所漂泊的得来的那些江湖经验 在他面前施展了一定的男人魅力 但是其实你内心非常清楚 则回赤锋也好 等等你所有的作风也好 都是一种非常怯懦的 并非男人的行为 所以既然价值观完全不同 虽然彼此之间有过 这么一年多的所谓的情感 但是我想告诉女生的是 如果你直接往前去闯 你是很有可能遇上 跟你同步前进的人 但是他万万不是 你所爱的那个对象 所以好去好散吧 他回他的赤锋 你留你的沈阳 将来记住 不要被一个男人 所谓的外表和曾经的经历 所迷糊 一个男人有没有经历 有没有江湖经验 不重要 最关键是他对你是否 真正地能够坦诚 就这 有什么话对他说吗 是我自己 之前是有做了很多不对的地方 但是我是真的很在意他 但是在我现在的话 心里确实父母非常重要 我感觉父母这边 是我亏欠挺多的 他这边我也亏欠挺多的 但是我想让他给我点时间 因为我也能改 我们在生活里老是这样 男生也不要那么去想 就是我倒觉得你不妨坦诚一些 你没有必要对我们所有人坦诚 你对你自己坦诚就行 千万不要拿父母去做一个 说辞和借口 其实没什么 价值观不一样 我们不一定非说哪个价值观 它就是对的 尤其在这种选择上 是留在一个大城市 还是在一个相对不那么大的城市 去生活 是要给自己找很多的生活压力 让自己在压力下爆发 还是说我就选择一种相对安逸的生活 我自己过得舒适 我跟家人在一起 我舒服就可以了 我没有办法去比照这种价值观 哪个好哪个不好 想清楚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其实 很多东西我知道是我自己的 做得不好 对你有些事情没有太关心 太在意 但是我也很想弥补 如果说你给我这次机会的话 我会跟你好好弥补一下 我会跟你父母好好说一下 我可以 我可以跟他们好好说换一个地方 如果发生好的话 我可以把他们也接回去也可以 但是 我就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做什么都行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吧 可能真的就是我一次再一次地给你机会 让你感觉我这个人 真的像老师说特别天真一样 其实我本不是那样的 所以说 现在我需要跟你 让我考虑考虑 好了 谢谢两位年轻人 请回吧 谢谢你们 一段一年多的这个爱情 面临一部分生活选择的时候 这个爱情也就经历了他们的考验 让他们自己再去考虑一下吧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看看这一对最终的选择是什么吧 请开门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生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 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继续 其实我的人生是我自己走的 但是我自己走的确实很多坎坷 我希望我能靠家里一点 能把我 扭持一下 这样的话我的感情以后会更坚固一些 但是 我也没想到会换来这么一个结果 是自己 比较喜欢的人 所以你想 如果当时你认识这姑娘的时候 你就跟她说 我未来就是要回赤坊 因为在那儿我会得到 父母的帮助 我们的生活会相对省力一些 这姑娘如果同意了也就没有今天的难受 坦诚很重要 记住 请回吧 谢谢你 谢谢各位老师 这个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 重要在说 当一段情感离开的时候 这个人开始反思了 就真的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比他得到这段情感还要重要 好了 一起进入《一辈诗爱情保鲜记》 来自爱宝专区的网友 向图老师提问 我和男朋友的家相距一千多公里 本来过年他家人来商量婚事了 后来因为彩礼的事 两家没有商量好 他们回到家 他爸妈就不愿意了 我们俩现在想在一起 可两边家里都不愿意 我现在在老家 不知道该不该去找我男朋友 我们俩还该不该在一起 生活当中所产生的所有的阻碍 除了激起我们跨越他的勇气之外 同时还让我们思考 这个障碍值不值得你跨越 两个人如果相爱 既要有勇气能够在一起 也要有勇气可以彼此分开冷静 所以这段时间恰恰是考验 你们能不能够独立思考问题的时候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三位老师 谢谢大家 感谢时间到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